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去肯定混合子 沒有人家說手機要打一聲就很重要 可能會討論的 也許說手機要打一聲就很重要 這就是公司分 公眾的地方把我修理這個問題 我們這裡就是 這些人還要打一聲就很重要 如果顧慮到別人 人家對於是怎樣的公司其實分得很清楚 什麼跟公司不一樣 早在公民裡面跳過公民 兩次不一樣 人家是個人的事 還想要幫醫院強迫人家聽 什麼叫做抽菸 不要在公共場所抽菸怎樣用 因為這呼吸空氣是大家一起分享 這給我運用 那些人迫婚 第一個我要跟你抽菸 我沒辦法聞不到 好多人進步到現在可以抽菸 公共場所不可以抽菸 大家也習慣抽菸 但是你去某個國家裡面 我們照顧 就抽菸了 以前的危機是 你們看危機你們有報分的 這邊後座吸菸區前座不吸菸 一樣都吸得到 非常糟糕的空氣 陳姐兒子現在可以去某個空氣 但是空氣是一回事 現在下一步講 耳朵 我們的視覺、聽覺、嗅覺 都要勾思分離 為什麼 你的聲音給你抽菸 我可不說我一定要聽 你只要放大聲的音樂 我一定會聽得到 所以這也是公共的空氣 你不能說我要聽這音樂 我會放很多聲 說也習慣 公園那些 我走過全世界很多公園 你沒有看到在公園裡一群在跳舞 放音樂那樣 沒有考慮到別人 整個公園的生活 這就是公司部分 台灣人就要去 先進的國家 下一步就是生意的問題 後來有聰會的問題 我住的地方有人戚到 那家人不在那裡 炒到去東郎都炒 還要丟流浪 那完全不如跟鄰居說 你對家人很好 但是對家人很失敗 那完全不用考慮到 你的鄰居每天在生活 收回 一波一波來 我先講這個 但是我怕你講 不是要講什麼 我們先來 第一章翻證片 很輕鬆的 不是這個吧 我們第一章是 一個水果槓 不見 有一個水果啊 我以為有一個水果 欸欸欸 這講 洪萊 你知道嗎 洪萊 這什麼洪萊在那邊講的 看到洪萊 我是說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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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家 聽過我客人舉手 聽過 都聽過 有幾個人沒有聽過 沒有聽過 好 為了沒有聽過 你要陪他們聽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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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教人家怎麼畫 我只教兩件事情 哪兩件事情 欸 畫畫老師 通常教什麼 我只教兩件事情 怎麼看 怎麼想 我不教人家畫畫 我教你怎麼看東西 然後怎麼想東西 所以我的學生 對外要注意到 沒有一個人的風格是一樣的 沒有人知道你這個 對外要去過程 但是他的思考方式 會很靈活 個人風格會非常強 因為我非常注重 每一個人的特質 藝術的東西 就注重 是個子的特質 不是跟那些 親的一樣 一個罐頭出來 不是這樣 我們的教友是怎樣 我們告訴你 這是洪萊 我有很多作業 其中一個作業裡 就是我拿一個物件 正在說洪萊的 或者我拿一個 貴面 牙刷 我就說 你要畫 第一個先把牙刷畫 第二個 你根據這個牙刷 可以想像成什麼 畫下來 第三幅畫 根據第二幅畫的想像 在裡面 叫做跳躍形式 這是我的作業 學生 我從學齡前的才去做 所以有時候 大班啊 中班啊 小朋友 不要小看 小朋友 他媽咬不知道 我的作業好玩的地方 我只是這樣敘述 他就知道 會讓我圍 我其中一個小朋友 我其中一個作業 可以只要洪萊 好 從洪萊看CBC 下一張 麻煩 下一張 不是 有一個小朋友的話 他的潛意長 對 這個就是我其中一個 學齡前的小孩子 你看到我 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 通常會問大家 你的想法 他畫了幾個鳳梨 幾個 沒有 知道就不要講 他不知道的 你猜猜看幾個鳳梨在這裡 好 這邊 現在有 第一次聽過的人 來看一下 有幾顆鳳梨在這裡 小朋友畫鳳梨 這裡有幾顆 後面有兩個小朋友 可以一起來猜 兩個小朋友 要猜 鳳梨在這裡 一條 有人說 九顆 這樣說九顆 你說這幾顆都會買 不是 沒有 那比較狡猜 我想說 形狀本身 在別想說 幾顆 幾顆 那裡 你說這幾顆 那裡 一顆 最小的那顆 那顆 那顆 這小朋友 這裡面 差不多幾顆 四五顆都會有 我一顆吃 你看 最新的 是這顆 最新的 那小朋友 沒有什麼 那我剛才有說 我的作業 是跳一支 四場 第二個不能鳳梨 要根據第一個鳳梨 頭這顆是 第二顆 就是這個 但是 正常來說 第二顆就是這個 大概想能太陽 第三顆就是這個 請問 這個鳳梨是怎麼看 怎麼看 這樣出來 沒有錯 他這樣看 然後 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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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看頭 就這樣 他就這樣 用來 有 到 他在這裡 他就用來 但是這樣 沒辦法 他小朋友很漂亮 他就這個 聯想的 時鐘 時鐘 他學了一天 一天幾個小時 就下下下的一一像二十七 一天二十四小時就下二十七 好可愛喔 這個財富有身有錢 表示是荊棕連照 會怕快走不然會連照 感覺上在跑 但是也不是跟人家這樣而已 他想說這樣看我像什麼 像癖 所以你腰還放一個牆子 要讓人家起來 還有什麼 本來是想像太陽 想說這可能太簡單了 這也是喔 因為是翁來跳躍性是老併這個 還老併這個 好來 過月的基準 差不多十分鐘以後 要拖幾十 秋 那二個秋 我問你為翁來 為什麼要給他唱秋 借齒 但是我這位老師就是OK的 沒問題要齒 我給你齒 發鳳梨用到齒 那是第一次我看到 他畫下來以後他就畫了什麼 換我這一條 看得懂嗎 我剛才講說 跳躍性思考是根據前面一個 Image 在跳成第二個 在跳第三條 所以他先畫這個 跳到這個 這個跳這個 現在又跳到這個 而且怎麼跳 有人有沒有答案 知道就別說了 你知道嗎 猜猜看 怎麼看可以看 畫成一條 沒有 沒有 有沒有答案 來 看再看 鳳梨怎麼會變成一條線 沒有人有答案 我只好宣布來了 後面小朋友有沒有答案 鳳梨怎麼會變成一條線 這邊有三個小朋友 我跟你說齁 那些人怎麼會滾 一邊滾 這不是有數字嗎 你怎麼在香港 一二三嗎 現在也在一二三 這樣怎麼走 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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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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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就說 啊 許老師 你想太多了 你 你把大人的思考 套到小孩子 去扣上 我怎麼做 其實沒有啊 這裡面都有 這個脈絡可群 你有沒有看到 地管下 歸一下 一台一層 有沒有看見 這個 有一個車子 對不對 車子在幹嘛 它下面是不是有 畫一條帶子 那裡有一個軌跡 TRACK 現在照一尊 它地上 會跑出的軌跡 就好像 車在哪 外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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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這樣一條 一條都照著 來 是不是 它有旁邊的一尊 這差不多十幾年 現在這個小朋友 已經變成 數學碩士班的高材生了 參加數學競賽的 有多大獎 那些資商很高 你怎麼 畫的 畫的 畫的就是 那些錄音帶 那些探納開 也是一條線 所以由照來畫 本來 有你 我告訴你 本來是三度空間的鳳梨 加上時間變四度 又發成直線變成一度 後 它在不同的項線 跳來跳去 自由揮閃 這是騙招 真的是騙招 真的是騙招 不厲害嗎 真的就很厲害 而且他這個小朋友 不亂畫 他沒有廢話 村內行 我沒辦法解讀 因為我沒有問 當面問問 等於我看 我嚇一跳 很不明白 同樣這幅畫 如果在國小美術課 搞這個家裡 怎麼 不離婚 老實說 我給你安慰講 六十分 好像去拚拚 他班上 拿來掛在上面 圓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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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圓 對不對 這份創意 在 在我們的教育系統 是不能被存在的 是被denied的 被否定掉的 是六十分的極速體 對我們來說 這是天才的 他提供那種變化 跟靈活的思考 跟視覺上的解釋 能力 那是超過一般的追蹤很高 結果沒有錯 果然沒有錯 我這次來的時候 他父母說 你兒子太特別了 我很欣賞 請你 他父母親就好 他說 應該盡早送出 出國標籠圓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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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想的是沒辦法思考 因為你要灌頭 你的教育是教你教什麼 我們教育只靠兩件事 教你怎麼樣背記憶 怎麼樣很快把記下來背出來 這就是考試嘛 領導就是這樣 有考你思考方式 沒有了 還給你想 沒有了 你想我平常是把這些事情都背來 考試在幾個小時之內 所以兩天裡面把他全部記下來都背出來 背得越快越好 所以很多人數學明明不好 就可以考高分 你如果是公司在套 你就很快把背下來 所以在教育體系下 所謂老頭子的人 我跟你講 在真正的教育體系裡面 不是它 因為它用不同的分類方式 讓特定的一種造成 我們背的歷史地理都是宣傳品 你背越相信它越容易背 背得越熟越往上爬 就讓你當公務員來去開 你如果想到有的無的就 他也能除掉 你在他的體系裡面很難忘 因為被否定 所以同樣高中 我兒子我一年在台灣的系統裡面 比較不好睡 我上廁所做一年 回來後馬上換一個人 他在台灣的初中高中都是背 但是到美國的時候奇怪 他們的作業都是做個project 他給你一個題目 你自己去找資料 把他寫出東西來 他就很靈活 他第一次覺得念書這麼好玩 他就不是要考慮 我本來是很小的考慮 你怎麼沒想到出國 你一年我跟他說 我八大未來是有原因的啦 因為他太喜歡那個地方 我沒辦法腳踏 我告訴我 啊 真是的 小朋友就飛出去了 所以我一年可以了 回來 他現在很厲害了 很喜歡看書 很喜歡讀書 很喜歡研究 自己做research 我覺得國外的教育很好 他就好 把你的觀念思想帶給他就好 那假日到時候 我在大學教育 來著學成績越好 創意越來越糟 越來越多越好 反正那個中間班的 中間班的很靈活 因為我在拼成績嘛 你知道拼成績 去拼成績越好都不用做事 拼成績越來越多了 這不一樣喔 說到這個 要想說 奇怪了 同樣的話 這老師是什麼問題 說到老師有問題 不要這樣說 老師也是受到我們這邊的教育行動打算 幾年前 這個大家都聽過 但沒有聽過我還是照講 我在紐約 在美國東岸念一所的學校 念義書系的時候 我念義書系研究所 所以我要把我的作品 每學期一看 結束的時候 就要作品 陳列出來 給一評價來評判 那評判的時候 就 有一個日本教授站起來跟我講 這個 你沒有去過歐洲 我一直聽了以後 覺得奇怪 你不跟針對我的話批評 他批評我沒有去歐洲 是啦我沒有去歐洲 那怎麼辦 所以我回家以後 趕快打電話 跟媽媽講說 你去看著我 就說我沒有去過歐洲 那個學校 有一點 practice school 就是大家資源都還不錯的學生 所以沒有去歐洲 我剛才送到歐洲去走一趟 所以那時候回來 我就想說 那去歐洲是 剛好能有一團 是台南的國小 退休老師 就覺得組成一團 我說 這老師高興知識分子 就覺得組成一團 應該不錯啊 後來歐洲團十天後 參加 我第一站就到 來 義大利的羅瓦 一個國中國 叫做梵蒂岡 反正應該就是建築教的 來 我們來一張圖一邊 我們就到這個地方 反正義大利 看不太清楚 來 下一張 晚上很漂亮 這是白天 反正義大利剛剛才看的 屋頂上看下去 環抱整義大利 反正義大利的城市跟它 這邊都是柱子 裡面浸在一身 雕塑都有差不多三十多 這樣上面看一下 下一張 你看 你看 我講的不講 人這樣 到時候回來 本來是多點而已 第一過來的人像 有這麼高 你看 三倍高 三十五多 歐洲 歐洲 一五多少年 就是十六十七世紀 差不多 一百二十年 留在基督 花了一百二十年 去蓋這個教堂 一百二十年 現在三當一 是九當有基督 一頓以前沒有鋼股結構 就是十塊 大利十塊 來直接來挑挑 到了屋頂的地方 要用地穴 來撐幾乎 來撐幾乎 多五 來這邊都是很大的雕塑 包括廣場 也是環繞樓的 有鋼股結構 下一張 下一張 再給它改變 那你說 那他們平常那個 紅衣組在那邊開會 會在下面 下一張 不好意思 就留在這張 不好意思 這個地方有一個一個 Strine Strine就是一個神坦 凹進去的地方 他做一個大的 大理石雕塑 也是一樣 人家要管 三層樓 不同的聖土 Sense 要放在這個地方 那裡面 那個燈 他裡面是沒有裝燈 所以大部分是陽光 直接自然光 打下來 下一張 自然光 打進來 那這邊也是一個Strine 他的標説 有掛在上面 布金 胖金 還有字在上面 不同的畫 會下一張 光劍打下來很漂亮 上面大到一個地步 感覺上 鳥在那邊 飛來可以去 大理石地板 每一個 奧進去的女王 來下一張再看看 有一個更大的Strine 前面是祭壇 像是那個 一個桌子 上面放很多蠟燭 然後這邊 吊了很多的Sculpture 然後後面是Paint 每個都是很漂亮 正中間還有畫 還有蠟燭 點出來 顏色各方面都很漂亮 下一張 叫Pietas Pietas就是 生物跟悲傷 他的 但你我來解這個故事 再回到上一張 比較漂亮 到這裡 好了 跨著這一段 我們應該是 整個心裡面 是應該很震撼 雄雄對台灣 還來歐洲第一趟 跨著這段場景 我心裡面是很感動 然後覺得很震撼 心裡面只有什麼 敬畏的心 英文叫Subline S-U-B-L-I-M-E S-U-B-L-I-N-E 好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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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什麼 慢慢再解讀 但是在這段 發生一件事 後面一個老師 說一句話 還我那時候 整個人糾正一碗 他說什麼 他說這沒什麼 他跟廟裡 大小廟 說一句話 我聽到他 我真的不曉得怎麼回應 這位老師 那時候 很錯誤 錯誤就是這樣 不知道怎麼反應我的感情 一方面是受這個震撼 後面一句糟蹋的話 跑出來追 我說你到底是怎麼回事 你是怎麼了 這位老師 你這位老師 受到高等教育的老師 好歹也在師尊 師大畢業 怎麼說這個話 你看這個問題 怎麼會有這種反應 這是你正常的反應嗎 不正常耶 好 結束之後 這個結束之後 我們典禮缸 我就去 歐西美美術館裡面去參觀 看起來很漂亮 很漂亮 一進去沒多久 那老師就衝到哪裡去 那邊可以下去 然後我就繼續看那個圖 我就一張張看 看了兩個小時 我就下去 他就出門的老師都坐 我說 徐老師 你現在再來 你一早可以 我跟我去看畫 他說那麻麻 你總是說 我就坐在這裡喝咖啡就好 你 你要看的 怕我這 怕有差點 你去買 他有那個聽到老 冰管弄不動 他一直給你解說很詳細 怎麼麻煩幹嘛 我說不是啊 你去看畫畫圓座 我看照片 我在買一本書 也有啊 他要削到生命 那邊就說 他要削到生命 那邊就說 他要削到畫畫圓座 那畫畫圓座 那畫畫圓座 真正的原版 去體驗這個地方嗎 好啦 這樣 接著 可以再講 導遊 一個很漂亮的法國小姐 晚上我們有一場音樂會 希望大家著陣莊 幫男生穿那個禮服 女生穿館禮服 我們去比方便樂會 為了要讓氣氛好一點 前面我就準備一個法國晚餐 點到廚房 很有氣氛 聽說 我們就很 我也很興奮 就做了遊覽餐 所以也有時候坐到吃飯 開始後來有一個老師說 我們這幾天 我們都吃生餐 吃到說不定 我還要吃中餐 我們討厭中餐 結果一個老師 我們講出來一起附和 整台車就在那裡 法國小姐 倒不著 就說 好啦好啦 實際我們就轉向 然後去看我們阿姨 去找一間餐廳 去吃了一個中餐 吃到整個大蒜味 蒜頭餅 突然間就跑到歌劇院去聽歌劇 身上還是那個Chinese food的味道 我就跟我跳碰 因為我的心情 沒辦法這樣突然間轉換到歌劇院 那個老師可以一看到 哇 那個手機就來 一直猛拍照片 哇 好漂亮 歌劇 聲音一開始 一開始他們還很興奮 因為光線啊 色彩都很編分 就照了一些小 可是在沒多久之後 就開始嘟哭了 開始說 因為聽不懂 聽不懂就開始說 睡到打 連法國人都在說 噓 我一天去結束 我自己整齊 這樣就度過我的歌劇院 大國之夜 最後 奇怪 也不要講說這些老師都不欣賞 到最後一場 我們在那個紅窩放票 他們跟我學會 他們最興奮 從頭到尾 目目轉睛 這樣去看 哇 最高興 好啦 這一團結束 回來台北要 我一直在想這件事情 到底發生什麼問題 這是我們的教育者 同事教育的老師 退休老師表示 你也教了很多年 誰要看這幾歲 給你來學習做什麼 就是購物嗎 就是喝喝咖啡嗎 他就買一些紀念筆 就回台灣 我不曉得 這教育者發生什麼 但是我必須 你問我做老師 他們問題出在哪裡 兩件事情 第一個 這群老師 沒有解碼器 你看到那些新的東西 看不到 他不曉得怎麼去解讀 眼前看到這個 所謂美好的東西 對你來看 看不到 他不知道要怎麼解 解讀到什麼 第二個 他沒有這個能耐 沒有這個能耐去吸收這麼豐富的東西 好了 那我先講capacity 這個東西 什麼叫能耐 我時常就說 能耐 電池裡面 電容 你要儲存多少電量在裡面 電子 電容 但是你要說 有食物 你也說 食料也是capacity 你 坐在裡面 很多好吃的東西 但這個販賣 只有這麼小 怎麼吃 怎麼吃 只吃不下去 對不對 都想吃 唯一的方法是 增加你的肚料 我如果肚料夠到 我都可以吃 我會享受到的職業 那怎麼樣增加你的compensation 在這裡 那我要講 有一個東西叫做language 這個容量是怎麼稱大的 靠語言 我舉個例子 如果我會 中文 台語 語文 法語 五種語言 我所知道的世界 就一定比你指揮中文的世界大 對不對 因為我收集到的資訊 是來自於各國國家不同的語言 我每天update資料 不是從一個觀點 不是中文世界 我的世界 我所經歷到的世界並多 所以當我語言多的時候 我能夠吸收各種文化的東西 但是語言不是給我講 各種語言 語言有很多種領域 比如說什麼是語言 肢體是語言 我會用我的肢體講話 聲音是一種語言 我會聽音樂 吃也是一種語言 我會吃遍各種國家的食物 我不是只會吃中餐 我會吃法國料 我會吃意大利料 我會吃日本料理 我會吃印度 我會吃印度 我什麼國家的食物都會吃 就吃這個語言來講 我就比你大 你只能吃中餐 中餐和米國都吃不下去 不知道怎麼吃 那我吃法國菜 我還知道 跟文化跟所有東西都加在一起 哪一道菜怎麼吃 前面要吃什麼酒 前面有前菜 要喝酒 吃正餐也有酒 餐後甜點也有甜點酒 這樣吃 你才是完全享受到這個食物 所以吃也是一種語言 還有什麼是語言 聽也是語言 我不是只會聽一種音樂 我聽各種音樂 民族風的音樂 rock and roll heavy metal 還是new age 各種音樂 classic country music 我都去聽 我還聽印度的音樂 我現在上那個 Google 上那個網站之後 我還聽到那些少數民族的音樂 我都聽啊 我的語言是 音樂的語言是蠻豐富的 那視覺也有視覺的語言 視覺語言有多種 視覺語言 其實剛才剛才我們看的 視覺語言 它可以分成subcategory 就是語言的下面還有什麼 智慧 vocatory 就是說 你跟我說你會演技 但是你辦幾次 你懂了幾個單字 你單字不多 你不能跟我講你會英文啊 對不對 你智要多 vocatory要多 所以你在畫畫 在藝術這個領域裡面 有很多種vocatory 比如說 顏色是一種 vocatory 那是一個 智慧 你要懂得 顏色這個領域 所以那個 那個教授看到 就知道顏色上有問題 顏色的vocatory 我還很少 所以我在上誌的時候 我能考慮到顏色 跟顏色之間的關係 我會講另外一件事情 我那一團的老師 雖然這樣子 可是裡面有一個老師很特別 他是一個算是蠻漂亮的老師 他剛到法國的時候做一件事情 說 我從台灣帶過來的衣服 和這邊的環境都搭 所以他馬上第一件事情 就跑到店裡面 把衣服都滑掉 為了要配合這個環境 他覺得比較舒服 他就這樣子在歐洲這樣玩 就穿 沒有穿台灣帶的衣服 他等到回到 卡歐園機場的時候 又說 我歐洲帶回來的衣服 在那裡的地下 又換到兩年 所以表示這個老師 懂了一種語言 什麼語言 服飾的語言 還有color 顏色的語言 他懂了這個語言 還知道說 怎麼樣在這個環境裡面 融入這個文化 融入這個環境 所以這老師懂的語言 所以這是顏色的語言 你懂不懂顏色 所以 為什麼要告訴光光 你們兩個人工作 他光從看我的畫 他就可以解讀 他在解讀我 你怎麼用色 就知道你從哪個國家 你從文化背景怎麼樣 我跟周老師做愛顧 我在事務局interview人 我就叫你畫畫而已 我叫你畫一個東西 你給我看 我就知道你的背景 很多人都被我嚇一跳 你還知道我是這樣 不好意思 我看很多 你只要畫一個簡單的線條 我就知道 你怎麼來歷 因為這是視覺的語言 他是一種visual language 這個語言我懂 我可以解讀 就好像那個教授解讀我 用顏色來看我這個人一樣 他可以知道我的背景 發生什麼事情 才會用這個顏色 好 講到剛才是講tapacity 現在是講到解碼器 那個教授顯然有一個解碼器 可以解讀顏色 後面所代表的意外 我怎麼用顏色 知道我這個人是誰 我說得簡單 就是我們在座很多有經驗的長者 你開個公司 看了很多人 你看到面前 就知道這個人是什麼人 你看年輕人看得還不容易嗎 什麼人做什麼事情 什麼看就知道 最好有比較大的老闆 很喜歡的嗎 到最後請你吃個飯 我看你這個人怎麼吃 就知道你什麼看 什麼看就怎麼給你用 才知道怎麼用人 看你怎麼吃、穿、喝 我現在講高階主管 一般的話 我只要你的財 但是你要高階主管 就不是這樣 我在interview也是 以後是高階主管 你要能夠認識自己 能認識別人 才能當高階主管 你下半段把人 擺在對的位置上面 那就是 這是另外一種語言 世人的語言 你要跨來一個一眼 我對講說 語言很多種 對不對 聽個吃個喝 所以不同的小孩子 再講一個 小孩子其實很多種 你不能把小孩子 當作一種來用 有些小孩子是什麼 他聽到聲音 就會收入器 才會推掉我 為什麼 表示這小孩子 是用聽音樂 來學習 用聽來學習 有些小朋友 是用什麼來學習 用看 就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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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會不會看 因為小孩子就是這樣 來讀 有的人就上課 就會打瞌睡 為什麼 他是用 他是用讀的 要不然就是用視覺語言 你如果不動 只是用講 他不是聽的人 他就打瞌睡 所以人 小孩子很多種 有些人是肢體語言 小孩子就是愛動 老師說不行 做好 不准動 這樣不對啊 為什麼 他是另外一種小孩子 我們的教育 目前只有一種 但是先進國家的教育 不是因財施教 你是哪一種人 我就適合你的方法 讓你學到 你應該知道的 應該是老師去教教學生 因財施教 因為你不同的人才 我給你不同的方式 目的是給你教育 我不是目的 不是篩選你 我目的是把你的才能 發揮出來 一個好的社會 本來就是不同人的組合 讓你不同人 你不同的才能 在不同的位置上 發揮你最大的功效 不是說 只有一種方式會傳 為什麼我們過程是這樣 我告訴你 因為過程 我們在 開發中國家 開發中國家 沒有多少工作讓你做 我以前 就是台大物理性化 化學系 是第一支援 為什麼 非常多可以申請獎學 去出國演出 後來慢慢電機系出來 化工系出來 土木工程出來 一貫就變成第一支援 為什麼 那時候 台灣在經濟發展 開始在建設 工程類的需要很多 所以那時候第一支援遭殃 當然 從頭到尾都是醫科 都是第一支援在併住 但是 不是這樣 這代表台灣經濟發展 過程 但是 這東西製造業 都是代工 所以我們要的學生 是什麼 唯唯諾諾的學生 你不要給我太多意見 準時給我上學 我就打 打終點 時間高 你就要做一個 那時候 是只有這種人 照顧哪一支 出那一支 你就被篩選了 那時候大學 只有十幾%的人 考上大學 出那一支 就去工程 從頭到尾 去學校 去學校 去做工程 那薪水 就比較低 那就比較好的 所以大家核心去打掃 就是會擠破口 就擠那幾個位置 因為只有這種工作 讓你做 但是慢慢的 在發展中 還要這樣 但服務業的比例 越來越高了 到80%的時候怎麼辦 製造業開始 外移的時候怎麼辦 我們要的學生 又不一樣 突然之間 我們要開始做 品牌設計 然後突然之間 突然在公司 想到 ASR以前在做品牌設計 突然在想出新的區塊 以前 所以我們要做代工 但是後來 開始在設計的時候 實際上沒有人知道 台灣那時候沒有這種科系 只有比多美術系 討來或美工 可是他們不是設計人材 所以怎麼辦 要花很多錢去請外國人來設計 你的問題 才買得出來 你自己本土去設計 沒人要挨 覺得很堵 價錢就高興起來了 所以後來整個台灣的教育 開始又改了很多設計學院造材 你沒看現在都設計學院一大堆 還沒前面都已經取代以前早期的科科 很多設計學校 每個學校都開一個設計學院 那就是我們現在欠了一些人材 這個只是一種反射 反射說這個社會的結構 經濟結構的改變 需要人才不一樣 但是至少現在比過年還好 就是各種各樣的人才都可以得到發揮 那你要了解這個 要理解另外一件事情 我現在回憶比較簡單的 你聽到我聽到我沒關係 我就講 那以後你就把一些記錄下來 有空 因為這是一個濃縮的課程 所以這很快的 來我看看 K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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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間不準嗎 OK 我接下去 我會花很多時間給你們解碼器 我會給你們各種各樣的解碼器 我會給你們各種各樣的解碼器 獨角公園小學老師跨我 但是我給他幾個解碼器 他就看得懂 第一個 我可能讓他上十六四七十七的藝術史 就是一個解碼器 我可能跟他上宗教史 可能跟他介紹宗教是什麼 那是另外一個解碼器 那兩個解碼器送給這些老師以後 這老師就看得懂這些東西 到底幹嘛 你如果沒有這些東西的話 不好意思 你們去買一輛車子 也會好好去看看他的命令 為什麼你們來看化布 好好去學點東西 是不是 你買個車子或買個化妝品 保養品 你也會讀後面啊 成分是什麼啊 目的是什麼啊 你不會把 護膚狀態或粉底來擦吧 你不會 親在被擦 阿咪這個車子很容易壞掉 你還是買 他的Ginness Manage 就是那個耗油量 總會讀一下吧 為什麼你們來看化不好 做個準備 在出國旅行之前 不好好去看 去研究這個國家 研究他的藝術品 窮窮窮窮 都不會翻了 這樣變了 那所以我現在 給你們一個解碼器 就是跟經濟有關的解碼器 這個圖喔 有三個英文字 最下面 這個英文字叫science science 就是科學 其實這可以加另外一字叫rndm 之後再講 這就是science 在以前那個啟蒙時期之後 理性主義開始 理性主義抬頭 開始有科學這個東西 這個研究 早期天主教壓迫得很嚴重 所以不會再做科學研究 然後從啟蒙之後 很多人開始像 迪卡爾啊或什麼 學立略 開始做科學研究 科學研究方法出來 research method 有些基本的科學的東西 概念出來 科學發展到一個地步之後 發生什麼technology 科技就出來 以先研究基礎科學之後 顧起來會產生很多 biproduct 副產品就是科技 比如說 研究水蒸氣 高位要產生 combustion 就是那個蒸氣機 造出來 蒸氣機之後可以怎麼用 可以用在工廠 大量製造 製造完了什麼 產生很多product 很多產品出來 所以最後這個產品 拿到市場的房間來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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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science technology market market 之後做什麼 做很多產品 就賺了錢 這個錢賺進來之後 再回饋到做這個 science的研究 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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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幾個字 這個 整個moder 就是現代主義在思考的東西 science technology market 我們過去台灣的位階在哪裡 我跟你講 台灣的位階在這裡 在technology裡面的製造業 裡面的一小段而已 製造而已 我們在製造東西 而且我的基數很不高 應該是差不多比較低的 低階的產品 然後慢慢在上下游整個 再往高階的產品製造 幾年一開始 才想到market 就是我們開始想到說 自我品牌的時候 他想 哦 過期我們只拿人做代工 你還賺太多錢 都是買的東西的人 所以他也想來吃這一塊 所以台灣很多公司就開始 講自創品牌要搞自己設計 ODM變成OEM OEM變成ODM 本來OEM變成ODM 不是在那裡八塊八塊 八塊沒辦法 好不好 往下走沒辦法 譬如有什麼基礎research的力量 沒辦法自己研發東西 所以就往上走 上面比較容易 下面需要花的錢越來越多 上面就想讓你進到市場去賣 可是那時候市場是被整個西方國家掌控 你台灣是七年那一歲 所以你平常要不要這樣 沒有美國 美國是開放市場 給你買東西賣就進來 但你就是賺大錢 突然之後就想再往上往下整個 所以我告訴我們就知道 那我們再慢慢往上爬的過程 我們的產業結構改變 產業結構改變之後 我們的各樣各業改變 小孩子的教育改變 所有的東西都改變 這樣 有錢之後你再看你去參觀這個 我再給你去看你這樣 我會想許有錢過一點豐洋的時候 但是在那個階段還沒有辦法 因為解讀不了 OK 講到這個東西 所以越好的公司會做什麼事情 它在市場上 國外的公司都是上下游 全部都包了 從後來他們漸漸把配 因為會產生毒 廢棄物 所以把這一塊就交給 假如我國家的處理 他就找過上面這一塊 跟下面這一塊 那你們這個 本來台灣的四角龍 欸 第一天我們講過一個故事 我講過什麼 還記不記得 我第一天講 講到有一個越戰 配舞軍人 有沒有 這像中國開放市場 他們用大量資機跟技術來教你 怎麼樣做出他們要的東西 那在中國之前是什麼 去亞洲四角龍 你以為台灣你不怕身體好嗎 沒有啦 他先故意要養你們這幾個國家 那你在技術 你跟我們早上是日本 日本早上也是這樣 戰後的時候 他靠什麼 就是製造業 慢慢爬起來 然後慢慢日本 就做出之後 給買 有點經濟 有點發展的過程 有點像科技 科技 現在中國在這製造 所以一開始缺很多 OK 再講到這個 其實好的公司到最後 他一定大量的華安D 做於社區 再產生新的產品 因為他知道市場要什麼 我可以掌握市場 我才知道我要研究的方向 再給你做一次 我為什麼要跟你講 這個經濟發展 才能解釋到 我們現在高級的創造 這是一個解法器 好 接下來我們再往下看 這個先放在心上就好 不用研究太多 我再回到剛剛那個 Pietas 下一個 瑪利亞跟耶穌里 大家知道 這是瑪利亞跟耶穌里 你要解讀這個標數 我那簡單 第一個 他媽媽 李開朗基德克的 這個知道 就好像你到美術館裡面 這個博物館裡面 他們很喜歡跟你講 這是哪一年拿個朝代 誰用什麼材料做的 這是欣賞藝術品的方法嗎 不是 這就是基礎耶 Basic 根本還沒談到欣賞的層次 這個花多少個人做了多少工夫 喝出這個東西 他用的這個語言不對 比如說 你去看藝術品的時候 他跟你講說 這裏多少大理石 多多少人 多多少時間 再把它騙出來 這個不是新掌藝術的方法 這走錯了 你們要什麼 這叫做量化的語言 去解讀非量化的東西 藝術不是量化的東西 那我為什麼用量化的語言 因為我們在製造業的世界 我們貴鐵教育就是製造業的教育 這樣知道嗎 這樣你就知道為什麼那些老師 沒辦法解讀這些東西 因為他的教育 給人家教育製造業的教育 你就去製造東西就好了 你不剛才知道那些 你只知道一百億元 一個米粒一個洞 就這樣就是製造業 你不需要知道為什麼 所以當製造業的世界大人 要去看藝術品看不到 他什麼都在外面化 這個藝術品賣多少錢 他說那一定就好 錯了 賣的貴的不一定是好的作品 因為你沒有欣賞能力才會這樣子 所以有一陣子 我們台灣人說是要買名牌 我們不曉得什麼叫做名牌 不曉得什麼叫好東西 所以要用名牌來提升自己 我怎麼買 其實你不買 明白好在哪裡 你不知道 你說這是義大利牌 這是日本的牌 這是法國的牌子 你有感覺就很好 因為你沒有判斷能力 我們還沒有發展到 對好東西有 appreciation的能力 我們還在製造業的mindset裡面 思考方式裡面 當我們看藝術品的時候 我們解碼器沒有啦 不夠用啦 沒辦法解圖 眼前所看到的藝術品 但是外面 你來明正我 我來看 很緊的解碼器 我以為這個也是個解碼器 告訴你過去 為什麼會發生這些事情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你活在不同的 你是說剛才看來台灣真的是小地方 過於沒有那段經驗 而且還過了 之後被證明 被證明了 你的路程都不一樣 本來就在台灣有多多多人 那時候你已經有困難 我其實有一個追逐 之後馬上要拉下來 這個車子放一匹 我先說這個 你拿這個來解碼 這個我剛才講過 我需要兩種解碼器 因為是什麼 但你從藝術的角度 可以跟他講說 他雕塑多麼栩栩如生 瓦形 瓦瓦形 在draparin 這個布料的地方 用大理石做這麼像 皮膚就像皮膚 死掉的就像死掉的 活的就像活的 馬利亞的表情 看到這個的時候 他那個悲傷的眼神 要靠出來 他不會靠出來 撐掉 其實什麼原因 他通常導遊還會跟你講什麼 講一個故事 他說為什麼這個雕塑要這樣做 你要知道背後的故事 背後的故事 這是一個解碼器 我告訴你 基督教的德性在講什麼 就講耶穌 耶穌被定石架 死掉以後 被拿下來 當然那三天以後 馬利亞那時候拿來手上說 其實他馬利亞的心情很複雜 那時候他說 耶穌是道神肉神 透過人的身體生出來的 馬利亞還沒有懷孕 還沒有跟人刑訪 就懷到 他們叫聖靈懷胎 懷孕 他就生下耶穌 所以在某種程度上 他是他的孩子 可是馬利亞也知道 這個懷的胎是神 是上帝的兒子 獨生子 所以他很複雜 又是我的神 又是我的兒子 然後現在又在死 照理說他不會死 他希望要歇歪去逃 他很複雜的心情 他很多面相去切的時候 他又在想這個 又在想這個 我請問你 你如果是藝術家 要貼個什麼名字 你要什麼樣的表情 放在那邊才是對的 才不會會錯意 我們演員 會不會也不會也 看得很簡單 就是 而且他在當下那個心情 他那邊演出來 才是一個好的演員 一樣 藝術家也要呈現一個好的表情 導演就要做這些事 導演就跟你講 這表情不對 重新來過一次 我把之前這個劇情演到這裡 你應該什麼表情 一樣 在雕作家 他也是像一個導演 我雕作家東西 要適切的把那個感情跟表情 流露出來 OK 大家手上 第二人手 心情很複雜 這是其中一個 藝術家有這個責任 另外至於說 我有多少功夫 可以把一塊布爐 標得像一塊布爐 那是技術上的問題 可是還有一個比較高層次的 就是詮釋這個雕塑品 另外一個層次的問題 那還有一個層次的問題 就是後面宗教的理由 藝術家去做很多雕塑 幹嘛做這個 我做那個希臘神話也很容易 我幹嘛選個這麼難的題目去做 那你要知道這藝術家背後的羞恥 跟他的宗教背景 什麼Push他 這個雕塑雕塑起來 幾年 你要幾年之內 講模特兒 要怎麼樣去決定最後呈現成這個樣子 不簡單 這就是要複雜的地方 講到這邊我再給你一個解碼器 基督教的解碼器 接下去三四到五分鐘 我就簡單把基督教講完 怎麼可能 徐老師那我可以 我試試看 這是從我的角度進來 藝術家來解答 基督教對很多人來講 可能誤解 從我這邊的解答是這樣 基督教 基督教 很多人以為卻很緊張 基督教最主要的重點 不是確定行善 絕對不是 因為化細菌的 裡面也不是確定行善 主要的不是 第二個 基督教不是一個精神激活 他不是一個精神激活 他不是一個精神激活 也不是喔 是他有精神激活的效果 不是他主要的核心 基督教也不是確定家裡的總教 很多人以為是 有基督教我會說 你我也看你受死 但是他不是他的核心 我為什麼會給你解碼器 就是要抓住核心 我幾天就說 你基督教怎麼 你都不明白 我現在講核心是什麼 基督教的核心你知道 就可以解讀整個西方藝術 這個做不重要 這個解碼器就很重要 你不可能去研究 十六世紀 這幾個世紀的西方藝術 不了解基督教 做到解讀他的藝術作品 那有可能 你最好把藝術 基督教的任何故事都弄清楚 再回來看 照科林啊 我的藝術教的不是在台灣的時候 我的藝術教在美國的時候 所以我們之前會上很多課 為了才 Introduction to Earth 紀錄藝術之前要很多 騎馬的知識 那我現在就給你這些騎馬的知識 其中一部分 只包括基督教文化 那基督教的核心是什麼 我跟你講 基督教其實不能單獨講基督教 基督教其實不用 好